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子 案发至今已经一年多 大陆官方目前还没有公布 博案确切的审判时间 而最近香港媒体发表文章披露 薄熙来正在积极配合专案组 检举揭发大老虎来争取免死 接下来的新闻专题 我们带您深入了解 已经延烧一年的薄熙来案最新进度 中共政治局委员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垮台后 关于他何时受审 和如何量刑的消息一直不断 之前媒体曾广泛报道说 薄熙来会于今年1月底在广州受审 但审判并未如期进行 最近前香港文汇报记者江维平 在香港新闻月刊5月号发表文章揭示 有关薄熙来在贵州受审的消息 是有关方面为试探外界反应而故意放风 实际上薄熙来的案子还在继续审理之中 因为暗设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高官 专案组正在对薄熙来揭发检举的材料 进行查证 报道说 面对薄熙来情妇和下属提供的材料 薄熙来已彻底认罪 并检举揭发大老虎 以求免死 目前的博案就像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样 萝卜太大而且还成串 因为试涉中南海高官 需要经过党内反锁的手续 因此博案不会立即开审 可能要几个月时间 薄熙来揭在于 就是说 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外面的关系很多 那么很多还在台上 很多还有权力 还有很多人脉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要治他的罪名呢 基本上他都能够咬到共产党 就是他把自己的罪 跟共产党本身绑到一起了 所以这就是治薄熙来很困难的地方 时事评论员司马太还表示 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 又长期追随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在中共内部有自己很大的关系网 同时薄熙来唱红打黑 是和共产党的理论绑在一起 和薄熙来一样贪腐的中共官员 也比比皆是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普还表示 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后 为树立威信 建立强势中央 很可能需要杀人立威 在此之前 海外媒体也曾广泛报道 薄熙来除贪赃妄法之外 最大的罪恶 实际上是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 并参与强迫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盗卖尸体 最近一段时间 大陆媒体曝光的人间魔窟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就是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 为迫害法轮功讨好江泽民而批准刑建 新唐人电视 长村采访报道